上海有一个公交优先的政策 所以呢 在道路上经常画很多的这个公交专用线 那你平时一不小心 可能就就开进这个公交专用线里面 就被罚款 我也是多次被罚过 那其实呢 这个公交专用线 它的对这个道路的使用效率是怎么样的 最近这个警方也放出来了一些监控视频 而且也做了一些优化调整 其实从这些视频当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公交专用线啊 往往不是优化了这个路口的交通 反而是让道口啊出现拥堵 你像这个石龙路这边的这么一个路口 就因为这个公交专用线的原因 导致这个转过去呢 就很困难 而如果取消这个公交专用线以后呢 虽然社会车辆还好多不敢开进去啊 但是大大的缓解这个路口上的拥堵情况 毕竟本来是可以走三根道的 你非要让汽车只走两根道 那肯定拥堵啊 所以这又是回到问题的根本 就是公交优先应该怎么样在上海落地 在上海来讲什么是真正的公交优先 我认为在上海真正的公交优先就是地铁 因为现在的地铁建设规模相当大 那当然另外的公交优先也要放在一些偏远的地区 而是真正市中心公交是补充作用 都不是起到主体的这个交通作用了 你看看现在公交车上坐几个人 基本上都是在运椅子啊 没多少人公交车的平均时速才十几公里 所以这就是大大拉低整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的效率 所以有关方面真的应该认真对待 要叫什么呢 必须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公交车道的使用